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发现科学专题要来看看 如果鸡蛋吃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透过实验观察到把鸡蛋浸泡在醋酸当中 蛋壳表面会不断地冒出气泡 那如果把醋酸换成了盐酸 就会发现化学反应变得更剧烈了 到最后整个蛋壳甚至都不见了 这中间的科学原理为何一块来看 早餐时段来颗香喷喷的煎蛋 让人活力满满 但您有想过吗 如果把整颗生鸡蛋泡到醋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整杯食用醋缓缓倒进烧杯里 可看到生鸡蛋泡在醋酸中 蛋壳表面出现点点气泡 如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盐酸 会发现冒泡状况变得更明显 化学反应加快 而且液体表面出现了白色粉末和泡泡 如果直接准备一整杯纯盐酸 把鸡蛋放入烧杯中 化学反应变得更剧烈 鸡蛋表面大量冒泡 也浮出更多的白色粉末 等待反应结束捞出鸡蛋 发现鸡蛋壳消失无踪 只剩下薄薄一层鸡蛋膜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那个气泡呢 其实就是我的碳酸跟碰到酸产生的二氧化碳 那些白色物质或是白色粉末 应该就是蛋壳中除了碳酸钙以外的物质 蛋壳的成分比较复杂 那也有可能蛋白质的成分 所以它白色的粉末的部分 可能是它酸化之后 它没有完全溶解 它沉淀下来的一个蛋白质 蛋壳中的碳酸钙 在酸性溶液中游离成钙离子和碳酸根离子 其中钙离子可溶于水 碳酸根离子则跟酸性溶液的氢离子结合 生成水以及向上冒出的二氧化碳气体 让蛋吃醋只要浸泡短时间 就会让蛋壳变薄 早年更有不肖业者靠蛋疗行骗 就是利用这个手法 我先把你带到国外去 然后它就拿一颗蛋 在你身上磨一磨 然后敲一下就有跑出黑色物质 它就说你身体没有脏东西 被我抓出来了 那事实上它的做法 就是我先把蛋拿去稍微泡一下醋酸 那让蛋壳变薄 我就容易加工 它就是只要挖一个小小的洞 然后呢我用针筒注入黑色的液体 那个小的蛋壳再把它黏上去 外观完全看出 看出来就是一颗完整蛋 你看不出来说我被改过 除了蛋壳不耐酸 部分活性较大的金属 因为性质比较不稳定 更容易放出电子 溶解在酸性液体中 导致倍酸腐蚀 但像是铜金属活性小 在一般的酸性清洁剂下 也不容易发生变化 如果拿市售酸性清洁剂清洗铜板 可顺利处理掉表面脏污 铜板本身不会受到影响 另外像是大理石 主要成分为碳酸钙 或是主成分为硫酸钙的石膏上 其实都不耐酸 如果民众加装卫浴设备 有使用大理石建材 日常保养上有不少美剿药主义 大理石的部分 它通常就是因为它是属于 比较有毛细孔 使用清洁剂很容易就渗进去 那渗透进去之后呢 跟它里面的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有一些雾白色的状况 或者是更严重的吃射 或者是腐蚀它里面的状况 你的酸性的物质就容易从这个地方进去 就那个原理跟我们的助牙的原理一模一样 你一旦牙齿上面有了一个小裂缝之后 很快的你的酸性容积就会从那个地方不断的去渗进 就会造成你的雷风越来越大 专家建议照顾家中的大理石建材 除了要避免使用各类清洁剂 平常如果碰到水或是淋湿 也可用干部擦拭保持干燥 假如真的不慎碰到清洁剂 让大理石表面损伤 只能请专人倒服打磨 才有办法让受损的大理石台面 重新恢复光泽 感谢观看